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要靠他更加丰富的生活 那么靠他的叙述能力 靠他对人物形象的塑造 所以后面我们谈到红旗普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梁冰谈他红旗普创作经验 他最深的体会的时候 他是什么 他讲到比如说他讲到生活 讲到在农村的生活 这个生活在哪呢 体现在他写到那个春桃 撩起那个莲子 一屋子的人呢 他觉得这种记忆 对他写作来说是最重要的 这是他的文学叙述 他能够展开能够推进 能够把能够写活的 最重要的东西 最重要的素质 这种东西他有时候跟主题思想 没有直接的关联 是吧 所以呢 我在这里要表达的就是说 在我们50年代 我们要求作家改造世界观 把他的立场转移到工农兵群众中来 但另一方面 要他们投身于工农兵的生活 要从生活中发掘他们的养料 发掘他们创作的源泉 同时又要和民族风格联系在一起 大家注意这是三条腿走路 是吧 革命的世界观 生活的材料 民族的 人民群众喜欢乐性的形式 这三点在毛泽东的理解当中 他希望把这三者达到高度的统一 那么这三者也是革命文艺 始终要追求的典范 但是呢 最终 他是面临一种困难 有一些作品结合的好 有一些作品 结合的不好 那么 这样三点作品 如果说我们联系起 刚才谈到的顾斌说 所谓的世界的文学 和中国的文学 这样一种矛盾的时候 我觉得同学们可以在这里展开一些思考 他们到底是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这我不多展开 第二个呢我讲到这个方向与性质 就是革命文艺它是有方向的 那么这一点和资产阶级文艺它是非常不一样 资产阶级文艺它是完全的 它确实是一种自由的文艺 马克思当然也抨击过普鲁斯的书报检察官 当然德国历来是专制文化的这样一个 也是最典型的一个民族 那么普鲁斯政府也是一个非常极端的 这样一个专制政府的一个代表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资产阶级启蒙时代以来 文学家艺术家呢 他们的表达在某种意义上是有他们的自由 当然我们说这种自由 个人的自由和我们在文化传统的前提底下 你走的那个方向 它还是有一种关系的 就是说我当然不能这么说 我们说政府主义文艺要求有种方向 你政府主义文艺也有方向 你这个方向意识形态总是逃脱不掉的 那么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 它就是以这样一个方式去读解资产阶级的文艺 但是我觉得这二者还是有它的差异 还是有它的复杂的 非常鲜明的一种区别 那么在资产阶级的这样一个文艺的方向呢 它会在一个更加长的一个时段里面 它会以更加多样的方式 更加具有个人的这种方式 来形成它的方向 比如说佛兰特斯写的书 叫做《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那么主流 这个就是一个方向 是吧 那么按照这个以赛尔柏林来看 就十七世纪在西方开始的浪漫主义的运动 这个是影响了西方十七世纪 也就是启蒙时代以后的整个历史 它认为这个影响比从前和此后的任何变化 都来得深刻和深远 所以思想史家以赛尔柏林 他是非常独特的一个 他的学术特点在哪里呢 他就是用浪漫主义精神来理解西方思想的原流和深刻的变化 这是他的特点 以赛尔柏林绝对是一个大思想家 他是现代少数的那种右派 他是右派 所以我说西方的知识分子大家会发现很奇怪 他只要来自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他肯定是左派 他如果有一些左派的背景 国家的背景像 一赛尔柏林是立陶宛的 他有前苏联的背景 是吧 像索尔尔尼琴啊 像米兰坤德拉 这些都右派 他们来自这个 来自这个 前共产阵营 是吧 但是 当然不能用简单的左派和右派来划分这些思想家 但是就可以对他的思想的标志做一些某种理解 在这个意思上来说 那是不是说浪漫主义的这么一个漫长的趋势漫长的潮流 他的这样一个方向怎么去理解 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也 我也拿不定主义 这个我还是觉得可以和大家讨论 比如说我们看一条小河 是吧 它很小 山洪爆发 那个方向很鲜明 是吧 清洩而下 我们看一条大河 是吧 大江东去 是吧 这很明显 但如果是大海呢 大海就没有方向 当然我这里又犯了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错误 难道我能够把资产阶级文化比喻成大海吧 社会主义文化只是伤红爆发吗 我在政治上不正确 是吧 所以大家看事物一进入变成法 它就很难这个 很难有论断 很难有论断 但是我相信就是说 我觉得可以这么去判断 就是说如果像以赛博林那种 他从17世纪的浪漫主义 这样一个历史来看的话 我们要说资产阶级文化的方向 它确实是一个相对宽广的方向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 那么社会主义文化的方向 它是非常明确的 它是紧急状态下的方向 所以有一种历史的紧迫感 那么现代性的激进性 它是在一个历史的紧迫感下来理解的 所以我们要理解中国当代文学 一定要在历史的紧迫感 紧急状态下去理解它 所以也有人从战争文学 战争 当然更时髦一点 说后冷战这样一种背景 所以他在这样一种 环境中去理解它 如果说失去了这些背景的 历史背景的一种理解 我们孤立的来看 当然会觉得它非常奇怪 所以这个文艺的方向 它是共同兵的方向 所以毛泽东说 为什么人的问题 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乌产体的文艺 你要为什么人 你是为地主老爷吗 还是为寡大人民 人民要享有文化 所以我们是要追求阳春白雪 还是夏里巴人 那么这个是革命文艺要解决的问题 是吧 革命文艺就是要为了命符 当时这个 丁宁不是写了这个 在医院 是吧 然后这个王世卫写了这个野百花 那么 丁宁还有什么三个家有感 这些东西 但是我看回忆录中呢 有一说是说贺隆说的话 有一说是王震说的话 但是这两种说法都有 因为有时候这些回忆录也没办法 他说我们暂时在前方打仗流血 你们却在后方写 骂共产党的文章 他是这么来理解的 所以你是喂什么人的问题 在那个时候 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 所以他确实暂时在前方打仗流血 你们在这里吃的这个白米 是吧 吃的这个面条包子 是吧 还跳舞 是吧 还吃鸡 是吧 你还这个 还骂共产党 他确实 他这么提问 我们不是说没有道路 是吧 大家知道很长的很多年很多年 我们都是叫做党和人民培养了我们 是吧 所以我们要为党和人民服务 所以他资产积极 他有一个主权不鲜明 资产积极不知道谁培养了谁 是吧 他这个国家好像是这个 他说是上帝创造的 他是上帝创造的 那是上帝培养了大家 所以他不对那可能负责 他不要对那可能服务 是吧 他可以随便乱来 那么我们很清楚 我们说党 是吧 我们所有的东西的党 他都掌握好了 是吧 然后党分配下去 是吧 你有这个 你有那 党和人民养育了你们 陪你们 培养你们上大学 是吧 那你们学知识 然后你们呢 长大了 就要为党和人民服务 回到战争环境中的话 那他更清楚了 是吧 战士在前方流血打仗 农民在种地 叫你写文章 你还骂过他党 这肯定不写了 是吧 所以贺隆和王政都觉得 这这这这要枪毙他们 但是毛泽东因为当时 对丁玲有好感 他丁玲的问题跟他们不一样 他王室卫是托派 丁玲的是这个论识问题 毛泽东那个时候天天约丁玲去散步 所以这个 他这个还是 还是 那在那之前到 就是 呃 我们下几个再讲 这几个再讲 有丁玲的这个 这些很动人的故事 哈 不是八卦 这个是 我掌握的都是第一手的资料 啊 第一手的资料 我都可以 说出我的资料的来源 我不只是说 看书上 网上人家写的 是有老先生 亲口对我说的 丁玲清 STJ 43 我说第三种 我第三种 下次再来给你们听 哇 好 我说的 不只是说 来自这个国陵区 其他地方呢 小自然知识分子 带着城市的那些作物 带着小自然作物 还有中派主义 其实当时这个中派主义 大家知道 这个渊源流长了 在上海 在左连 是吧 当时就有很多的斗志 那么在延安 他也有很多的 当时延安就有一些 显然这种小中派 他是存在的 是吧 以至于五十年代 你还可以看到 这个来自鲁易的 和来自抗连 来自抗大的 他们是不同的派系 那么来自国土区的 那是不同的派系 那么就是在延安本身 他也有不同的派系 当然我们后来 因为我们不太宣传这个 同时呢 我们尽量淡化这些说法 在九十年代以后的 文学史的一些资料的 重新的产发当中 他会去触及这些问题 那么当时在延安 他本身原来的中派 和当时形成的中派 已经是非常明显 所以毛泽东他讲到的 这个对中派主义的 情绪的克服 是有非常具体的针对性的 那么第三个呢 我讲一下普及于提高 过去的文化 传统的文化 那都是这个 统治阶级的文化 是吧 你读书 然后考状元 进士 然后才形成整个官僚的体制 他都是通过这个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所以文章 你把他抬为 不朽之盛世 经国之大业 是吧 也好 但是你这些都是 知识分子 世代夫文伦 传送的一种文化 老百姓 他就和文化无缘 那么中国已经发展到了 二十世纪中期 那么我们也经过了新文化运动 但新文化运动你没有解决 文化平民化的问题 大家如果读过有一本书 赖斯的 现代小说的兴起 你会看到他里边 谈到一个材料 就是当时的那些小说 为什么兴起 他认为 跟当时的英国的 这些中产阶级啊 家庭的保姆 有阅读能力有关系 然后大量的那些保姆人 他们呢 当时他研究过一些保姆的账单 就是说 在保姆的薪水之外 要给他们福利 这个福利就是 要提供给他们阅读小说的时间 这是作为一项待遇 那这项 我们在周五周六放假 这个五一黄金周 国庆黄金周 这五一黄金周被取消了 这剥夺了大家的权利 大家去看一下我的博客 我非常激烈的批判过这个现象 那么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说 当时英国保姆都有阅读能力 是吧 那么这是一个 但是他的保姆 我觉得有一些 他那个概念 因为翻译的问题 他有一些是家庭教师 他也把他作为保姆 我觉得这个可能 在资料的统计上 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问题 但是他很多的用人女用 是女用有阅读能力 能够阅读小说 那么这也说明 他文化的普及 已经开始了 是吧 当然 在英国可能普及的 尤为这个 尤为好一些 那么在整个 欧洲公约革命 是在英国发起的 那么现在的启蒙运动 我们可以看法国 英国 德国 那么英国 他的文化 普及的比较好 他普及的比较好 所以在很长时间里面 英国的公约革命 公约化都引领了世界 那么我们可以从 他的平民的十字率 可以看到 但其实当时 整个欧洲别的国家 平民的十字率是非常低的 他们的这样一个 文化的普及率是很低的 但是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 这个文化的普及率 依然是非常非常低的 非常低的 那么毛泽东他提出 这样一个文艺的 普及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对 这一点是对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一个发扬和一个推进 而且真正是毛泽东 把他落到实处 那个时候 在三十年代末 三十年代四十年代 也提出文章下乡 文章路 是吧 但是你可以看到 那个时候知识分子 他是去传播 去当活主 他还是 启蒙者 但是现在毛泽东 要求这个普及 是说你 深入工农兵群众 向工农兵学习 去写工农兵 是吧 去为工农兵服务 他提出这样一种文化上的想法 那么 其实呢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 整个 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葛兰西那里 是一个大的推进 是吧 葛兰西提出一个霸权理论 就因为我们在中国 很奇怪 因为我的书 原来使用 这个Higemone 翻成文化霸权 在所有的出版社 都被他改掉 他觉得我们共产党 怎么能讲文化霸权 其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的概念 经典文化概念